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30号以视频方式出席第13届 俄罗斯在召唤年度国际投资论坛全体会议 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击了所谓中国威胁论 普京指出 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的前提是尊重彼此利益 中国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俄罗斯尊重中国 普京说美国一再煽动欧洲调整对华关系 然而去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成员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 这一合作态势是发展的结果 没有国家可以阻碍 普京说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 因此有权选择自己的国防发展道路 保护自己的国家 普京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发展国防天经地义 俄罗斯不会为中国的国防发展感到担忧 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俄中两国的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们所持续有 faith Platform 我们认为那种民众 我们寄设升 我们学路随调整 Ten下り 很深刻的,很深刻的, 和起来的表现, 和共产党的影响, 而和共产党的影响, 也许多的, 和共产党的影响, 和共产党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的影响。